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完了 我们的流程控制中的循环语句 接下来这节课继续往下来学 还有一点内容 就是我们的特殊的流程控制 其实呢这个特殊流程控制呢 我们也已经用过了几个 来一起看一下 像这个特殊流程控制中有break 可以通过break来结束switchcase语句 包括通过break来结束循环 for循环,well循环,dwell都可以 像continue 其实continue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continue来结束 在switch语句中来结束这个switch 也是可以的 那接着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那continue在循环中呢 代表跳过当前循环 进入下次循环 来一个例子 continue 17 简单的写成这样一个switch语句 dwells i case一个e echo一个e 可以写break 也可以通过continue来代替break 但是呢 仅限于在这个switch语句中 好 简单写这两个就可以 echo一个continue 或者this is a test 证明程序 往下走了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写成一个dwells i 等于2 我们来运行一下 接着你看到 22 接着跳出了 再往下 程序向下执行 一条水平分割线 一个less is a test 可以在switch语句中 和break 是等价的作用 break等价 那接着再往下看 第三个特殊的流程控制呢 像exit 包括代语句 那这个呢 我们也是用过的 结束当前脚本 如果碰到exit 或者代的话 整个脚本就要终止执行了 这样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 剩下最后一个 那这个呢 可能大家没用过 go2 那go2呢 使用go2这种语句形式 可以跳转到程序的任意位置 但是呢 也只能跳转到当前文件 只针对于当前文件有效 当前脚本 那接着跳转到哪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需要一个标识符 来标志 那标识符的形式呢 就可以写一个名称 加冒号的形式 来标志这个标识符 但是在我们peerp中呢 使用go2这种语句 有一定的限制 它不可以来跳入某个函数 或者说跳出某个函数 包括以后的类也是 它也不能跳入某个循环 但是呢 它可以跳出循环 或者是switch case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一般呢 我们会使用go2语句 来结束多层循环 或者是多层switch case语句的一个形式 来代替我们的break 加上一个数字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go2语句怎么来用 来一个例子 go2 下往线18 首先程序 从上到下来执行echo一个starting 再往下一条水平分割线 接着呢 在这儿我们说go2 到哪呢 到next 到下一个位置 接着碰到go2语句之后 它会在程序中找到这个位置 那接着你就需要来定义这样一个位置 通过next 冒号 就定义了这样一个位置 那碰到go2之后 它下面的代码是执行不到的 写成一个this is a test 你看到这儿 你是看不到这个语句的 好 那接着在这块输出一个 this is a next 程序接着往下来执行 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运行的时候 首先会看到starting 接着碰到go2了 跳转到next所标志的位置上 你看到starting水平分割线 this is next 接着一条水平分割线 你是看不到this is a test的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你的当前脚本中 没有这个标志符 你再运行 会告诉你出现这样一个致命错误 fighterror go2 to undefended label next 通过go2跳转到一个 未定义的标志符 没有找到 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跳转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在定义标志符的时候 只用写名称 加冒号的形式 来定义这个标志符 好 那接着再往下再来测试 就是go2无法跳入循环 你写成一个go2 假如写成一个test4 叫跳入4循环 接着你echo一个aa 再来写一个4循环 $i等于1 $i小于等于5 $i++ 你echo一个hello world 再往下你写成一个test4 接着再来 用写号 再echo一个 hi 这样的形式 你看到它是没有办法跳入循环的 包括跳入switch case语句 产生了一个这样的致命错误 go2 into loop 循环或者是switch statement is this allowed 是不被允许的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没有办法跳入循环 不能跳入循环 包括switch case 语句 包括函数或者类 可能现在大家还没有接触到函数 和面向对象类 以后就会学到 那再往下 可以通过它来跳出循环 把它住掉 假如说在这我们可以写个循环 你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for $i等于1 $i小于等于10 $i++ echo一下$i 如果if$i等于等于3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通过break来结束这个循环 我也可以通过go2 跳转到哪呢 跳转到end for 接着你看 在这我们就跳转到end for 这一个位置上 接着我们来写一下 来一个end for 不能起这个关键字 写成一个ending 或者写成一个eful 标志一个eful 接着echo一个 for loop ending for循环结束了 那现在当碰到go2语句之后 它会跳出这个for循环 跳转到你规定的位置上 你看到 输出一个1 2 3 接着跳转到这个位置上就可以 可以 可以跳出 包括多层for循环也可以 不信的话我们再来写 简单的再来一个就可以了 来一个红色线 再写一个for循环 for $g等于一个1 $g小1等于5 $g加加 接着写了一个go2 先echo一个 $i 第二身一个$g 再来输出一下go2一下到哪呢 past4 或者写成一个to4 再来定义这样一个形式就可以t4 写好 写好 iq一个 安定 看一下是否能出现 刷新 你看到出现一个11 接着跳转到安定 整个两层for循环也结束了 那现在一般呢 我们通过go2语句来结束多层的循环 或者是switch case语句 那switch case呢 我就不带着大家来试验了 你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那这节课呢 主要讲解了我们这个特殊流程控制中 主要就是这个go2语句 其他的这三项呢 我们都是已经用过的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go2语句来试验一下 做一下案例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